各位朋友,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升跌之走的主题 那我们是一周的讲堂 那今天会和大家讲两部份 第一部份的话,讲的是恒指 一周的回顾,和周善方面的一些分享 那第二方面,我们会讲的是个股 个股会分两种类型 一来的话,会和大市的股票应该怎么去操作 那第二种的话,就是强劲的股票,怎样去找出来并且可以上到车呢 这样会做的解读 那首先,看回我们对行情的回顾 那看回一周的走势 那看回恒指整体,一周的走势 我们会看回整体由这里开始调整下来 就是在25,000的位置 当时我们讲到25,000的位置 作为一个重要的大关 过了之后,反弹再下来这个走势 那我们看看一周的广播里面我们分享的内容 那我们也讲了 那当时我说到,动态筹码转为黄色 或者是脱离了超买的区间 那回到黄色带的位置 回到红色带的位置会比较近 所以当时是感慎去做沽 15号会讲到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看法呢? 那我们看看走势 那当时在哪个位置转式呢? 那我们看看这里 那还在红色的状态 这一支就非常之铁近红色带的了 OK 那如果是立刻造沽的话 接近红色带的位置 看看前面多次就是这里 到红色带的位置附近 很容易有反弹的可能性 如果是造沽的话 那你简体来说的空间就会花很多 OK 所以在15号的那一天 那我们说是感慎去做沽 如果15号那天立刻做沽的话 那是造反的走向的 OK 虽然是说有一个调整 但是不要立刻去做沽 所以我们说做沽要去感慎 那当然就是说到 如果它可以达到重要的位置 那才会转强势的 那第二个我们就说到 重要的支持是24171 那看看当日的最底价 15号的最底价 那它当日去到最底价 24219 那到24171的位置 是非常之铁近的 相差几十年的位置 那马上就收回了 那收回了之后 那看看有两天的反弹 那看之后我们怎么做解答呢 那在16号看看图表 现在来说它是什么 等待一个止跌收容的讯号 等待止跌收容的讯号 并且上回庄家线 我会作为一个再次的买的讯号 OK 这个是15号 那看看庄家线的走势 我们看看MCDS 绿彩油龙 那绿彩油龙 那这一支是立刻上来的了 那这一支上来 OK 上来之后 那我们做回解读 那在17号 我们说到 上了之后 就会由肉势转回强势 但是它的阻力位置 和空间 会很小 因为我们说到 那这里24579 那当日的收市价去到哪里呢 那当日收市价 收市价去到24718 24718 24718 到阻力位 你看看 当日收市24718 但当日的阻力位是多少 24833 看看 24718 是不是 24718 OK 相差来说 1818的位置 就会马上到阻力位置 那如果你去买下去 包括我们 当日的影片里面 也说到 它最高再高 冲到多少 冲到248 6 100 我们说到24833 作为一个重要的阻力 那你如果说 这一天走强 但是 他上网的走势有多大 那因为他当时 立刻做到 到阻力位置 附近 我收小一点 去看看你就会清楚 那我们的 里面也说到 他重要的是什么 区间 包括我们前面的影片里面 也说到 支持和阻力 那么 当时的位置 相差180点的话 那 建议少一点 去操作 哪怕转强的话 都会突破了 这个最长的 一枝竹 最长的一枝竹 也是25000这个位置 才是空间打开的 当时我们是这样 去做一个分析 所以 轻易的话 如果有收听的人 都不会参与 你会发现 到突离位置附近 他在前面调整 那我们可以问到 现在调整的走势 是不是转差了呢 那我们会立刻 增入我们 今期的一个分析 好了 增入这个期的分析里面 我们要看回恒指的走势 先看回周善 周善的图表 大家都看出 我们当时说到 反弹上来之后 它首先是绿色带的 表明一个大的方向 是差的 在差的情形之下 如何去做呢 反弹到绿色带的位置 而收出欣竹 这是一个离场的时机 因为周善的时机 周善的时机 周善的图表 他再下来之后 再反弹 OK 这个收欣竹 其实也是一个离场的时机 那么 未来的离场 再反弹上去 都会升穿第一支 那我们上一个周的视频 里面说到 就是 不管下一支是收容竹 或者收欣竹 都适当地去拣持离场 因为每一次升穿绿色带走之后 第一 第二支 都往往会形成一个短期的高位 比如说 我们说回的是 前面这一段 下来升穿绿色带走之后 第一 第二支 当然是收容了 但是出来回落 后边又转红带 后期的走势转好 但是前提是什么 回落 因为中期走势是向差的 所以 周善来说 也是逢高去担持住 很多人问到 在收窄带 有没有机会转红色 有没有机会 我们等待出现这种机会 因为他一旦出现 不是一两天结束 因为周善来的 所以 在这个情形 大家可以逢高去离场 然后 等待 周善有没有转红带的 在一个中期的时机 再去参与 那么 我们有了周善的策略 之后 回到日线 就知道 目前来说 阻力 是比较大 整体的空间不大 你说 比如说 在这个区间 你让他走 你说他上落的空间 或 你没有选择方向之前 你都很难去断定 所以在这个情形 感慎去参与 会比较好些 除非你玩日子 玩日子 去参与 比较好些 比如说 看筹码 你会知道 在这里 上了一次 下来 再上大二次 不躺身 再下来 现在再衝大三次 再上大三次 再下来 那么 有没有机会再衝呢? 就是什么时候 冲破二万五这个点位 才会打开 这个更大的空间 对不对? 所以 未冲破这个位置 我们也会知道 支持会在哪里 就是这里 不是这一支 最长的巴 很多人问到 这个蓝色的东西 怎样去看他的支持 很简单 跟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 这里有第一支 这里有第二支 这一支 就是大三支 那这三支 为什么不看下一支 不看大三支 不看大二支 不看下一支 就看大二支 因为 我们说到双临的三支 比如说 这里有一支 这里有两支 这里有三支 OK 好了 双临的三支 最长的那一支 才是最有效的 不如说 我们从头到尾 比如说 这一支 是有效的 因为它比前一支 在周五的时间已经跌破了 跌破了就会到这一支 跌了这一支的话 跌穿红带第一日 这一支很重要 为什么会很重要呢? 因为它再次落下红色的装压线 并且到支持位置 跌破这个支持位置 就会去到这个空间 很多人问到 那具体的点位是多少呢? 我们就会说 这个位置跌破了 就会整体走弱 因为装家来说 装家线继续跌破 就会走差势 所以要问到具体的点位 如何去分析呢? 因为我们每天都会传出广播 广播的内容 我们会对于 加入广播组的同学者 去分享的 包括我们本来的会员 也是能接收到的 这个就是点击下边的链接 如果你想收一下 看看自己有没有帮助 可以按下边的 廣播体验的链接 就可以免费廣播的一个内容 OK 每天会在开市之前 去分享出来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好了 这是大市方面 在个股方面 我们讲两部份 第一部份是讲回同勢 第二部份是讲回强势 先看同勢股 同勢股里面 我们来讲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我们上周说的 我们还没有转例子 这是什么? 腾讯 腾讯的周线 我们先看周线 会说到 它反弹到绿色带的位置附近 升川 那我们应该逢高去估出 因为升川绿色带 第一带二支 都要逢高去估出 打回00700 好了 打回周线 先看周线 先看周线 我放大一点 我们当时说完 是不是这个位置 逢高简次 这里 一二带二支 逢高简次 现在来说 正在这里 开始转红带 大家有没有机会 转红带了之后 是有机会的 看看现在是否回到红带的位置附近 现在是否继续红带的收容 再去看机会 好 有人问 既然有机会日线 又如何做分析 我们先来看日线 日线 现在的表现 首先看大的一个走势 但是它走势 是经过了长远的下跌 之后 还行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那日线里究竟是否有机会 先看一段 就是 绿色的省户 在这一长期的还行 还行整理之中 已经是清走了 所有的 到目前来说 是没有绿色在这长期的 所以清走了散户 那为什么 清走了也不拉升呢 那你也要装入到长期 所以 装加了25% 的话 作为你 我们散户投资者 是作为 我们散户投资者 参与一个 关键的 时间 或者是时机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个时机 那现在来说 先不要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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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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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反弹到绿色带的位置,收音足离场 反弹到绿色带的位置,收音足离场 反弹收音足离场 或者是 离场之后,下来 下来之后,反弹收音足离场 反弹收音足离场 是不是? 这个会比较简单 这是日线 周性 它反弹的概流很小 它连绿色带的位置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没有必要去参与 我们继续看 日线 日线的走势 每次反弹离场 上星期也有说到他 反弹到绿色带 逢龙哥离场 因为下来根本没有庄家辞货 然后省户 这是绿色代表省户 等下我们会详细说 绿色代表省户 既然绿色代表省户 你发现省户的战友 比例是多少? 至少超过八成以上 在这个情况下 你想拨它升或反弹的距离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不要参与 这也是说回同小股 是相对弱势的 好了 下一支 美团 上期我们说到 他反弹到绿色带这个位置 收音烛大家就要去考虑 我们先看周 美团的3690 好了 我们说到绿色带的位置附近 这里 收出音烛 你应该去迫时的离场 再厉害 再厉害 再收音烛 再给机会离场 不离场 你看这棍下来 是不是打漏了新低出现 包括前期的位置 是不是基本上都打漏了 所以啊 在这个情形 在这个绿色带的情形 逢到他走的话 是对的 一旦走不及的话 周线级别的调整 都不是一两天的时间 好几周的调整时间 甚至更长 所以在这个情形 日线里会看到 上星期五 在这支转到绿色带 然后这棍 立刻下来 躺下了新低 如果走不及的话 很坦的 波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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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一棍下来 你现在就变成大鞋了 你会看到 散户有史以来 最多被鞋 我们当时说到 在25%以下 你都不要去考虑 上了25% 你再考虑也不迟 我说到这类型的股票 同小股 阿里巴巴也是 往期的那些 每一次反弹 绿色带收音了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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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下来 现在是否再收到绿色带 那我看看 当时的位置 看看 09988 好 9988去到周线 看看 周线 看看 当时我们说的位置在哪 在这里 对不对 包括在这里 这里 每一次 是否都是相对高位 又打漏 创新低了 现在又有反弹 反弹到 绿色带的位置 接下来怎么做 一旦收音了 再离场 等下 什么时候 有转红 看了之后 周线再去考虑 日线来说 有些同容 反弹下来 收音了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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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比较好的 估速为止 因为庄家根本不过25% 不作为重要的参与时间段 所以大家一定要感记 自己的手头股票 究竟有没有庄家出现 这个会变回 你去买货的关键 如果是没有 或者庄家动力不够的话 你去播一只 没有庄的股票 播所有省活 齐齐身拉升的股票 的可能性 几乎是0的 因为大家都不认识大家 所以在这个情形下 一定可以看到有庄家股票 会作为重点参与的对象 所以我们做回总结 或者是同小股 都是差劲的 因为目前来说 基本上 都不过25% 你去参与的话 只是虚的钱的拒劳 比赚钱的拒劳大得多 所以大家计计数 或者清楚 好了 既然知道同小股 没有机会可做 那么 强势股又怎样可以做回分析呢 这是继续下来 我跟大家讲的 刚才也讲到 这个图表的图表 也不清楚 这个图表叫什么 叫做绿彩神龙 英文的缩写 叫做NCD 那么 它构成都会 简单的 红色的话 是表示 是庄家的持有量 就是庄家的图表 然后 黄色的话 就代表短炒油脂 短炒油脂 那么 绿色就代表蟹住的散户 那就是买股股会 已经是涉淺的一些散户 或者是 资金小一点的大户 已经是蟹住的 那就要显示绿色 另外一个 一条线很重要 我们也会重点 讲回庄家线的方面的内容 庄家线就是代表 庄家10日的平均值 如果红色的处体 表明庄家的同时 然后它大于平均值 就代表资金一直在涌入 这些股票 有资金去涌入 因为股票本身就是 一个 另一个游戏 股票本身的买卖 就是一个另一个游戏 股市 在这个情形 推动股价上升的 一定是资金 那么 哪个资金最红厚呢 肯定是庄家的资金 所以 金庄 如果是涌入 一定会推升这个股票 我举个例子 这个股票 前期你会看到 如果目七这种情况 大部分都是绿色的状态 表明散户在场 那这种股票 如果你的股票 都是这种情形 你会发现 结果很前这种走势 就是 一不就是加跌的阶段 一不就是横行的阶段 一不就是很猛很猛 甚至是一个反弹的阶段 方北厂都有机会结束 所以这种股票 你参与的话 你输费的概率 是非常之大的 OK 输费的概率 是非常之大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感激 第二种 因为股票 不会乘势强 也不会乘势弱 也不会乘势弱 在转动的阶段 看看你如何把握转动的日常时机 所以在这个程度 你会发现 全部都是红色的状态 增持都比较明显 基本上 大级级的时间 都是在 这条粉色的 专家线上去走 OK 好了 在这个程度 股价会不会 好像 侯老师说 一路上升 你不可以看 那 估计走势 基本上是单边上升 有回落 回落的时间短 升的时候 回落的时间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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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升 所以 有当街场长 会变回你 买股票的第一步 你买股票 首先要选择好的股票 如果在这个漂亮的阶段 你不是买在这个最高的位置 你哪里买都会有机会赚钱 对不对 但是 看看 这个阶段 虽然有庄家在长大 但庄家一直在收在庄家线之下 即是 它细于平均的水平 平均的水平 好似 这个区域平均的收入水平是2万 它每个月的收入 只要是6000到8000左右 那就是属于贫困的一个家庭 对不对 贫困的家庭 是比整体的水平去贫困 所以特别 这个阶段 属于资金在这里流走的阶段 在这个位置流走之后 股价又会怎样表现呢 流走之后 只不然会骗住一部分的人 因为一部分是市钱 市钱的就是股价 就会拖跌的股价 虽然跌得不是特别多 但每一次 都是什么 创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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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看均小的股价 通过资金 就可以有好地跟到一个走势 所以我们今天来说 强势股就是什么 跟着去做 看这只股价 一路一路一路 看看它的走势 这一期走得比较厉害的阶段 我们可以看到前面 是不是有很多散户 之后 散户也是保持25%以内 什么时候上25%呢 在这一棍 开始上中海线后 大二支 立刻上25% 上25% 还有一个重要表现 就是在这个位置 已经是突破了大一支 上回 壮价水平线的位置 记得了 我们今天去买货 就是有红色的壮价 上回壮价线的大一支 作为重要关键 下一支 突破前一支的最高 突破前一支的最高 作为一个买的讯号 这支是否符合了 突破前一支的最高 买下去 买下去之后 一路保持在庄家线之上 一路持有 这里上去调整 调整庄家有没有低平均水平 是没有的 那就持有 所以比较简单 我们去出来之后 看看01618 OK 好 那我们收了这个 多空大 这方面大家好看点 放大一些图表 大家去看看 好了 我们去做一个波棚 OK 这一棍的话 就是上回庄家线 大家知道 然后 计算它最高的价钱 那你看看下一棍 下一棍的最高 是否突破了 突破它同时 它庄家过了25% 都可以的 对不对 就代表这个位置 它强劲 那之后怎么买货呢 只要不下庄家线 你也可以持有 一路走一路走 有没有下落 有没有下落 OK 这两棍都跌得比较厉 但是都没有下庄家线 对不对 那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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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到现在 那拿到现在的位置 或者你简单去统计 由这个位置看到买下去 那都有16% 在这个市场里面 占16% 都不错了 那很多人问到现在可不可以追 所以现在不建议去追 等下一次的机会再去追 但是大家知道 强势股票 或者它具备了这个条件 OK 那看回这只呢 这个股票也是同样的 叫做2002 看看它的走势 前面这个阶段 上回庄家线 大家知道 是不是在这里 上回庄家线 大家知道 然后呢 一路向上去 或者去到图表里 给大家看 就会清楚一点 0.2.0.0.2 好了 那我们收势图表 那我们当成 最近的一次 那我们去看买货位 那 你说这里上回庄家线 前面这个位置也上了 这个位置也上回庄家线 但是呢 没有突破 然后这个位置 上回庄家线 看下 上了之后 然后 下一支是不是突破了 OK 突破了之后 买下去之后 一路上庄家线 之上持有 那这支 这支 这支拿回庄家线 怎么做呢 就会以这支的最底价 作为一个防守 好 跌破了 就会估75 跌破了就会持有 看看有没有跌破 发现一支大龙竹 所以啊 这一棍你估走 这一棍就错过了 OK 好 那继续走 继续走 最先说一路保持在庄家线之上 那你应该继续持有 很简单 那这一棍挪庄家线 看看它的最底价 最底价是多少 2.79元 看看有没有跌破呢 没有的 没有跌破 那就继续走 好了 做得比较简单 所以你会从这里 位置起来 这里看到 这棍买了 看到这里 也有21% 17个交易是21% 都非常之不错 所以啊 有庄家线 跟着庄家线 去做 跟着庄家线 去做一个分析 那就OK了 就比较简单 啊 OK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和大家去分享一个 简单跟庄的一个方法 当然啦 如果你没有庄家图表 想看自己的股票 现在在这儿上升 那又没有庄家 并且在庄家线呢 或者在这儿调整 是不是跌落了庄家线呢 那你也可以在下面 免费体验这个圆结 就可以去预浴自己的图表 去做一个参考 何老师也会分享你的图表 给他做一个参考 OK 那今天的内容 我分享到这里 如果觉得有帮助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又是一六三片 第一时间就会收到 不止错过任何投资 赚钱相关的资讯 再来说回免质声明 本堂堂作为硬件的影视 不够任何投资 或者推介建议 据此操作 我认亏自闊 那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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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